上一期我利用大师兄制作的新叉剑包 快速的寻找到了雪山 大师兄叫我安装传送舱 激活后他就能传送过来了 我想着去找到冰原村庄以后 再安装不是更好吗 也是可以的 就怕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你还找不到冰原村庄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搜索能力吗 虽然说冰原地形面积辽阔 但是第四平坦 靠我的火麒麟随便蹦哒蹦哒 肯定能找到的 哎呦 刚好发现了个传送机站 要不要直接激活了 遇到这种情况还需要考虑吗 有现成的肯定激活呀 这样哥也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雪山和冰原村庄 好像说的有点臭道理 那我现在就来拿出激活的核心 然后把它给激活了 好的 有劳老板了 你弄完后也可以先出发去找找 我过去后也会马上探索的 OK OK 已经激活好了 我现在骑上火麒麟 准备继续蹦搭了 都了大半天 太阳都快下山了 觉得还没有找到雪山和冰原村庄 看到大师兄的名字了 大哥 你不是说过来后就马上帮忙寻找吗 过来后刚好看到几只雪兔 想着收集点皮草 稍后可以制作防寒装备 就耽搁了点时间 既然天快黑了 那咱们就睡个觉吧 天亮了再去探索了 也行 我也跑累了 休息一下 哦对了 这次咱们就不要收集雪兔皮草了 太费时间了 被冻僵就冻僵吧 多吃点食物就冻不死的 天亮以后 我跟大师兄就骑着火麒麟 又开始寻找雪山和冰原村庄了 还得是哥来找 你看 这不就找到雪山了吗 所以人品是很重要的 既然找到雪山 冰原村庄就不难找了 因为冰原村庄是生存在雪山脚下的 咱们分开找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的 大哥 你急个啥 跑那么快干嘛 我在山上就看到蓝色的框框了 应该是冰原村民在盖房子 所以村庄就在这边了 呃 那好 过去安装传送舱和整理一下材料 咱们就去寻找雪山洞窟了 那还是安装在祭坛这里咯 我了个去 冰原巨魔夏山来捣乱了 他又要袭击冰原村民了 小师弟 赶紧过来帮忙怼他 知道知道 我到老远就看到了 不过这家伙下山搞破坏的时间很短 咱们估计干不掉他的 只能把他扛走了 反正不要让他欺负到村民就行 冰椎雨对着家伙倒是挺管用的 一下子就掉这么多雪了 不知道他溜回雪山上 还会不会恢复满雪状态 对哦 那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哎呦 好像被打揍冲跑了 那赶紧看一下冰原村民有没有事 别待会又有人被冻结成冰雕了 应该不会 这次咱们出手即使 这老铁还来不及发动什么技能 就会溜溜的跑路了 他们都活泼乱跳的 确定没事了 那就回去安装传送舱了 我现在先来把祭坛这里的积雪 都给清理干净了 搞定了再来安装吧 好嘞 那我也来帮忙传雪 哦对了 你传送舱多不多的 如果够多的话 还是弄成双舱位的 这样咱们传送就不用排队了 我身上应该还有两套 敞完雪我看看 好了 祭坛里的积雪都清理干净了 我现在就来安装传送舱了 我刚好多出了一个传送舱 就按照大师兄说的 双舱位搞起 安装好就顺便激活了 激活后咱们就过去雪山那边找洞窟了 好嘞 马上激活了 那就朝雪山方向出发咯 咱们已经找过几次雪山洞窟了 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寻找了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的 好家伙 这么溜的 也不等等我的 就你这猴急的样子 我觉得待会可能是我比你先找到的 不好意思 要让你失望了 我火麒麟蹦打几下就发现了 你赶紧过来吧 啊 你最近是有去庙里烧高香吧 还是说祖上记得 运气才会这么好的 我现在骑着小飞鼠过去 吸取上一次找不到洞窟的教训 这次在半山腰这里 轻松就找到入口了 大师兄 咱们进洞窟 就是为了拿到极寒玉法杖而已 问题是咱们的太勤创造锤 就有极寒玉法杖的技能了 还要进去干嘛呢 对哦 我都给忘了 反正来都来了 进去干掉寒霜野人祭司 拿下法杖也可以证明咱们到此一游 我了个去 没有防寒专备 一进来就被冻成狗 大师兄都变冰掉了 没事啦 就像你说的 吃点食物就不会被冻死的